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点让白宫国员感到彻底震撼了 在众多新概念武器中 电磁炮和激光炮是研发进展较快更为接近实用化的两个 其中电磁炮因为更接近常规火炮的功能和作用 不仅可以用于防空反导 还能用于远程精确打击 美国目前已经走在了世界电磁炮发展的前列 美国海军所主导的舰载电磁炮 已经进行了多次原理样炮的发射实验 但是现在电磁炮发展距离真正作为一种实用化武器 投入现役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首先就是性能是否能达标的问题 这也是目前美国海军 持续未将由BAE系统公司研制的电磁炮样炮 安装到战舰上进行实验的原因 美国海军对于电磁炮性能要求 有一个最基本的底线 即炮口出速要达到6马赫以上 最大射程要达到160公里以上 弹丸重量不小于20公斤 但是到目前为止 BAE系统公司研制的电磁炮 正未达到这个目标 而其他军火巨头如通用雷声等 同样未能达标 除了性能不达标 电磁炮的射速也是一个大问题 目前美国研发的电磁炮样炮的能量输出 最大可以达到42兆焦 需要体积和重量更庞大的电磁组 如何对其实现快速充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而超导体发射轨道 因为承受了能量巨大的电流 以及弹丸高速滑行会产生惊人的热量 也必须实施快速流血 因此目前美国研发的电磁炮样炮射速很低 无法操入实战 最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电磁炮的发射成本 一般来说 由于不需要发射药 以及复杂的负紧机 助退机等火炮结构 电磁炮的发射成本应该是比较低的 这也是当初宣传该炮技术优势中 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目前来看 电磁炮的超导体发射轨道 也没超时问题 寿命很短 可能只有几百发甚至数十发 最终反而导致其发射成本更高